這個有別於你剛才的講法 另有一說 說賀錦麗主張雙方一路從頭到尾不關麥 我講的時候你不關 你講的時候我也不關 那他的道理不是說他要插嘴 要中斷他 這個賀錦麗是有很高的信心 就是說他會講話到讓川普受不了 然後他如果不關麥的話 他會語無倫次講一些不得體的話 然後這個會給聽眾帶來很大的負面效應 這是另外一說 這個也不無道理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是建議 我建議沒有用 因為他不會聽我的 但是我認為賀錦麗不要堅持 不要堅持 因為賀錦麗的台風 賀錦麗的演講 賀錦麗的幽默感 你一定我在這裡我在7月26號就一口斷言 他會是下一屆的總統 我現在更加給你斷言 9月初的ABC的辯論 他一定贏 你既然贏了 你就不要橫生枝節 讓川普撿到一個藉口把這個取消 千萬不要讓他取消 關不關賣是小事 你不要盤算到這麼細 說因為你太厲害了 我演講太厲害了 他會受不了 他會 這個就是讓人民看到他的失態 我覺得這個不要計較 一定要辯論 辯論你一定贏 你會往白宮邁進 我覺得沈大佬一直對賀錦麗信心喊話 那希望賀錦麗也能夠聽到 沈大佬的語重心長 那我覺得川普其實在這個辯論的過程中 已經先輸一半了 因為畢竟 一開始這個川普在接受賀錦麗的挑戰之前 對於辯論其實是有很多的推脫 那好不容易決定了這一場辯論 9月10月 然後ABC News的這個訪問 結果現在又臨陣退說 找了一大堆理由 又說ABC News是假新聞等等 試圖就是要回避這次的辯論 但是對於賀錦麗來講 其實是不怕挑戰的 因為畢竟賀錦麗她現在 無論如何她對上川普 總是需要一些 不管是在理念上 對於未來這個 施政的政策上面 有很多不同面向的辯論 可是川普呢 她可能在發言的過程中 上次贏下拜登之後 她還在那個勝利的喜悅裡面 但是另外一方面 大家也知道 拜登因為她的各方面的條件 所以在那時候 跟川普的辯論的過程中 雖然大家對於川普的表現 認為比拜登好 但是川普的過程 不斷的說謊啊 或者是前後顛倒 或是沒有辦法回答 主持人的談話等等 其實大家也是印象深刻 所以這次對上賀錦麗 當然賀錦麗希望 把川普整個辯論的過程 無論是對賀錦麗的挑戰 或是說她整場的表現 都能夠原因的呈現 那川普這邊的陣營評估的 當然就是說川普可能會有失態 或者是接下來會犯很多的錯誤 因此不敢接受這樣子的挑戰 那我覺得光是這樣的思維 本身就讓川普 在這個辯論的第一場 就已經先敗下陣來 我們看到川普剛才去華人的餐廳裡面吃飯 他講一個他講一個東西 路在哪裡啊 規矩在哪裡 上一次辯論就已經講了 全程是關麥的 我沒有講話關麥 你沒有講話的時候你關麥 為什麼現在改變呢 川普這個論點到底 不能說完全不對 這是一個角度 另外一個角度的話 哈里斯 賀錦麗啊 為什麼這一次他這麼有信心說 哎 我要全程開麥 剛才我比較同意 剛剛沈道老剛剛說 這樣的這個第二個說法 就是他有意啊 就認為說川普一定會被 哈里斯 賀錦麗啊 會刺激到的話 這個好像是口眉遮攔 然後會講一些奇怪的話 胡言亂語等等的 他要凸顯川普 可能會失態 讓川普進一步的失分 這是賀錦麗陣營這邊的 可是賀錦麗這邊 他也要小心一個東西 是你注意看喔 賀錦麗上來之後 賀錦麗上來之後 他沒有安排專訪 幾乎都沒有 他裡面來講的話 就是他過去的底子 政治底子相對是保的 他只有做一任的參議員 那麼他的精力是這樣子 比較擔保 那川普當過總統 這相對之下 到底變得怎麼樣 其實很難說 那最後一點我要提的是 川普其實對於 最近的一些發展 比如說兩黨的一個 就是他們的提名大會的時候 民主黨幾乎非常團結 而且他們打出來就說 你看川普把這個國家 弄得大家越來越分裂 我們要團結 所以可憐頓夫婦包括 希拉蕊也去了 重量幾個 可憐頓希拉蕊都去了 那這個歐巴馬也去了 這個他老婆也去了 你就發現到民主黨的幾個很重要的大咖都去了 相對的共和黨沒有 共和黨你會看到他那個 比如說小布希總統 沒看到 這個事情 讓川普在他的這個社群平台 Truth Social 裡面罵飯天 罵飯天 罵這個事情說 為什麼老婆一個這麼重要的 我的共和黨的提名大會 怎麼這些大咖都沒有出來 相對的就是突顯一個東西 民主黨這一次打得比共和黨還團結